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在昨天 路透社刊登了梁振英的訪問 在訪問當中 梁振英沒有排除 他會復出再擔任行政長官的可能性 當然這宗消息製造了很多議題 目前距離下一次行政長官選舉 大概只剩一年的時間 各路有意參選的人馬 在這時候都應該逐漸地站路頭角 當陸續有人想出來競爭的時候 林鄭的地位就更加會岌岌可危 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說一下到底路透社昨天的訪問是怎麼說的 路透社問到梁振英 你是否不排除再次競選行政長官呢 梁振英就回答 他會盡一切努力為香港服務 為國家服務 在過去那三年 他並不是遊手好閒 他還說 要做行政長官就有兩項要求 一個就是40歲以上的中國公民 第二個就是要在香港生活了超過20年 所以他就是香港幾百萬個有資格參選的人之一 即是說他已經為參選埋下了復筆 他就沒有斬釘字鐵地說他不會復出 而在去年11月 他接受港台節目視點31訪問的時候 都有被問到 究竟會不會再次參選特首 他當時就回答 目前沒有 很明顯地 他昨天回應路透社的答案 已經改變了 究竟梁振英會不會再次參選這個行政長官呢 我相信機會都是挺大的 尤其是在過去的大半年以來 他的親信都陸續開始發工 第一個就是屈永賢 大家都知道屈永賢是著名的糧粉 來的 而且就盤踞著一些 親建制的報紙在那裏寫尊欄 他在去年的12月就寫過一篇文章 標題就是 我不是建制派 正是這個標題就已經吸引了很多人走進去點擊 走進去看 當然這篇文章的內容其實都是 嘲諷和炮轟林鄭月娥的 所以這篇文章就很具有炮打司令部的意味 擺明就是要針對林鄭 而第二個著名的糧粉就是前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 他在上個月才剛剛 跟曾鈺成隔空地互相搏火 他就批評曾鈺成 就算他不是共產黨員 都是民建聯的成員 香港陷入如此艱難境地 曾鈺成還閒極無聊 出來抽水 奇心可珠 曾鈺成回應他 問張志剛是否侮辱了你的老闆 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梁先生 其實這些罵戰真是很重火藥味 相信曾鈺成也知道 真正針對他的不是張志剛 張志剛只是一個打手 所以曾鈺成也藉著那句說話 來點出了他背後的老闆 才針對他的人 第三個著名的糧粉 就是馮偉光 馮偉光近期很努力地打這個AO黨 說到那班做政務主任的 做高級公務員 很多都不能夠予以信任 總之就踩到好像變屎餅變地底 跟他一樣 其實這三位著名的糧粉 他們各有目的 屈榮賢當然是針對現任的行政長官林鄭 張志剛就是裁判曾鈺成 曾鈺成一直被人指稱他是有野心 出來競選行政長官 只不過他之前自己撤回了他不選 現在馮偉光攻打這個AO黨 無非就是要 Discredit那班的政務官 向他們潑污水 目的是什麼呢 可能就是要 制止下一任的行政長官 繼續從這班 政務官當中挑選一個人出來做 因為之前一直都有消息盛傳 說邱騰華局長是其中一匹黑馬 他正正就是政務官出身 所以這三名的糧粉 他們就是各有目標 故此他們所針對的目標 其實都是盛傳有意出來競逐行政長官大衛的人 根本上目的就是很簡單 就是要幫梁振英掃平障礙 就是要幫他明羅開賭 你把那些潛在的對手都一個二個打低的時候 剩下下來 就只剩下梁振英 當然還有一個變數就是紫荊黨 但是來到這一刻暫時都未見到紫荊黨有任何動靜 現在你說最活躍的是誰呢 暫時就是梁振英下邊那班的親信 到底 林鄭能夠成功競逐連任的機會又大不大呢 我自己覺得就不是很大的 為什麼梁振英只是做得一屆行政長官又不做呢 當然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因為家庭的緣故 所以就放棄競逐連任 但是很多人的猜測就是 真正的原因是跟2014年9月爆發的佔領運動有關 就是因為那時候搞出這樣的情況出來的時候 因為香港以往都沒試過搞得那麼轟烈 當然你不要計19年那次 因為當時就沒發生的 但是當林鄭一拍起來比較的時候 似乎他就做得禍很多 19年那個反修例運動 程度上就比起2014年的佔領運動激烈得多 2014年那次根本上就沒得比的 蚊比和牛比 所以 林鄭能不能夠做得到這個行政長官呢 我看不下的機會都是低一點 正因為有所比較 林鄭在處理問題的時候的確是禍很多 梁振英當時怎樣來處理那個佔領行動呢 就是用拖字決來陰乾那班示威者 所以 一有比較之下 就會顯得 好像梁振英那時候也不是那麼糟糕 就製造了一個機會給梁振英回鍋 好了 至於梁振英和林鄭之間 究竟有沒有什麼牙齒印呢 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林鄭曾經說過一句說話 他說政府取消專業失德教師的資格 正好是體現了本屆政府的決心 他就說 以往的政府做事是比較避難 但是今屆政府是會迎蠻而上回應訴求 他說這番話你不要管他有沒有道理 他目的其實就是要侄侄以往的政府 當然他侄侄的是誰呢 當然是梁振英 因為董建華他也不會回窩啦 八十幾歲啦 而且他也是做了兩屆的 曾蔭權也是做了兩屆的 唯一做了一屆的就是梁振英 所以這句說話 有些人就會解讀為 其實他也在這裡侄給梁振英 當時避難 就把難題丟下了給他來解決 梁振英怎麼來反擊林鄭 他就說他在處理教育問題上 一直都有迎難而上 他還說在佔中期間有很多學生靜坐 但是就沒有暴力行為 也都沒有大量的教師和學生被捕 反觀在反修例的事件當中就出現了大量慫人聽聞的情況 有百多個教師被捕 學生又參與暴力示威等等 其實他就故意把兩件事作出比較 顯得林鄭是和很多 所以在去年其實就已經出現了這些涉劍唇槍的情況 而在林鄭敬續行政長官大衛的時候 有不少媒體就形容林鄭是CY2.0 曾俊華還說他是撕裂2.0 至於林鄭本人是不是真的是CY2.0 其實他們在處理的問題上是有所區別的 先說對待民主派的態度 梁振英就任那五年 一直以來的行政立法關係都相當緊張 因為梁振英對待民主派的態度都是相當強硬的 在那五年立法會都已經是罵來罵去的 好了 到林鄭上台的時候 他就很著意去修補和民主派的關係 甚至乎他還曾經出席過民主黨的黨慶 又捐過錢 曾經出現了一段短暫的密如期 這些正正就是那些政務官他們喜歡有一個習慣 就是要強調所謂的溝通 然後又搞一些公關show 諸如此類 曾蔭權爵士的年代都是這樣的 曾蔭權做特首的時候 行政立法關係又是比較融洽 所以 做得這些政務官出身 他們就傾向有這種習慣 後來去到反修例風波 民主派才再次和林鄭罵 至於第二樣最大的區別 就是對待地產商的區別 梁振英一上任很久 他就銳意要壓抑樓價 主要通過三樣的招數來實踐 包括買家印花稅 特別印花稅和雙倍印花稅 當然樓市刺激的情況 實在是太厲害了 其實那些辣椒都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其次的就是 梁振英曾經 提議要實踐一些填海計劃 或者是發展郊野公園的邊垂位置 他主要是要找一些地出來 蓋房 而這些地不是發展商 他原本已經擁有的地 而是新造的地 或者是新規劃出來的地 第三樣東西就是 在梁振英任內 規劃了很多插針式的公屋 近年有很多都落成開始入伙 所以 梁振英在對待地產商的態度就是這樣的 林鄭剛剛上任的時候 推出了土地大辯論 但是這個真的是大辯論 就叫做虎頭蛇尾 有頭威沒有尾陣 去到現在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裡 而且 林鄭任內也沒有再推出什麼 主要的辣椒 反而在前年 他在施政報告當中宣佈了要放寬案保 使得800萬以下樓價的樓 可以借足九成案揭 幫那些人上車 雖然做到行政長官這個位 難免要向上方問責 不過在處理個別議題上 兩人仍然有些區別 而梁振英在最近這兩天 成主政協開會的時候 就發表了很多 配合愛國者治港的主旋律的言論 比如說 他贊成取消超級區議會的議席 他又贊成 從特首選委會裡面 減除117個區議會的選委 其實這些都是向上邊表忠的表現 反之由於林鄭是現任的行政長官 在身為上不能直接說這些 所以又會虧張 到底下一任的行政長官是由誰做 相信那個跑馬仔 很快都會開始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